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個時候我生長了一個非常大的家族 每到週末回到爺爺奶奶家 爺爺奶奶三個舅舅和四個姨 兄弟姐的女家方 每回都其樂融融的樣子 大家在小朋友的院子裡玩 很多的朋友來探訪 到今天我還能記得 就是我弟弟在桌上打破了盤子 爺爺坐在邊上都沒有玩 反而哈哈打笑的那個樣子 到現在都能記得 那個時候的生活吧 可能給我帶來的就是 我一般的孩子有更多的見識 見過更多的事業 他對我也是一種淺默化的影響 到今天可能都很難以評估 他最終對我的性格有多深的影響 後來我慢慢長大了 爺爺已經調去這個 香港新華社工作 我跟著媽媽在87年到了深圳 考上了深圳大師 那時候爺爺的一些關係的影響 還上了深圳大師很熱門的席 當時的校長是羅仁奇先生 提出的校訓呢要自立自律自強 在這個當時的這個學校的風氣呢 是我們現在都見不到在中國 學生會是大家每一票之選 然後呢學生會負責管理學生 有自己生活的一些事物 除了經過教學以外 所有的事情都是學生自己管理 甚至學生有了自己的銀行 叫實驗銀行 在這樣一種環境底下 我覺得當時的校園也是 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 風氣比較不滿 所以這也是我以前非常獨特的一種經歷 沒有爺爺這樣的幫助 可能我從來不會想過 我會經歷過這樣 所以在今天的中國 不再有這個學校 後來工作以後吧 爺爺已經離開大陸之間 去了美國 也好沒有一些影響 什麼事情做一個人自己打拼 過了好多年 到了2010年的時候 我已經40歲了 我才第一次來到美國 又重新見到爺爺 爺爺那個時候 還是非常思維敏捷 然後非常見他 看見後輩很高興 拿著武功報 跟我談歷史 談傳承 爺爺那時候跟我講這個 中國古代的古家思想 和現在的共產主義 也就是說 他們這些思想 都是把這個集體的利益 放在最核心的 這個是一種歷史 也是一種傳承 也是中華文明 自我演進的一種結果 今天這些主義的 共產主義的這些堅持者 就像 中國歷代這些 有志的 兒女一樣 是秉承著這種 天行見 自強如西的 入世態度 才能 中華文明 走到今天 爺爺這個話 給我們非常大的激勵 當時我在自己的價值觀裡 這些東西 還是有矛盾 聽了這些東西 他給我講的教育 然後回去 一些自己的閱讀和意見 到今天 這些矛盾的話 已經慢慢的能夠如何 我在為何 中下慢慢就感激死 那今天呢 在這裏呢 也已經 現往而去了 我在想著他 跟我們講的這個傳承 我只能讓 能在我們的下一代上 繼續把這個東西做下去 我覺得除了我自己 以身作者為 為這個貨備做好 這個表率之外 更多的就是 給他們 搭建一個更好 更大的平台 讓他們看見更廣闊 更大的一個世界 這樣的我想 可能就會呼呼 爺爺爺對我們的 希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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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